小朋友依序入場在蓮花座上點上蠟燭 佛光山系統幼兒園聯合畢業典禮開始 今年共有來自慈航惠慈和小天心幼兒園 將近1300多名畢業生參加 讓他們懂得實踐幸運大師的三好教育 畢業典禮主法和尚惠召法師宣讀宣示文 台下小朋友跟著附送 典禮最重要的環節 來賓幫即將畢業的小朋友們穿上三號服 未來到了其他地方也要落實三好四給的精神 爸爸媽媽站在小朋友們身後 幫他們背上書包 小朋友們抱著爸爸媽媽大聲說出我愛你 記得說我愛你 我愛你 畢業學生將火炬交給學弟妹 象徵新火相川 典禮之後爸爸和女兒們來段輕快的舞蹈 也為這次的畢業典禮畫上帷幕 佛光森的長老和師長們 也有話要對孩子們說 對與不對好與不好 就是從幼稚園開始就要來學習他 我們大師對於辦教育 他真的是從幼稚園一直辦 搬到大學 所以經過大師的手 只有幼稚園就辦到十多間 我們能夠幫助別人 其實就是在幫助自己 能夠成就他人就是在完成自己 希望他們將來都能夠為社會為國家 那做一番事業 我們也祝所有每一個小朋友都能夠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的成長 佛光森系統幼兒園聯合畢業典禮 在懷孝身中 溫馨落下帷幕 也期盼孩子們無論身處何處 都能落實幸運大師三好四給精神 共同讓世間更美好